經過連日搶收 重災區廬山縣和保慶縣的道路基本打通 並陸續恢復通車 由於災區持續會下雨 可能引發山來傾瀉 搶收人員都爭取時間 移走又塌方危險的山石 下雨亦都令到氣溫跌了7至8度 部分用帳篷搭建架臨時安置點環境減漏 更加出現漏水的情況 災民都要加蓋綿皮 當局一面搶救一面加強防疫工作 在廬山縣最大的水產養殖基地 超過10萬公斤魚在地震中死亡 為防爆發傳染病 當局派人加緊清理消毒 各類物資例如用來搭建醫療暫嫁材料 不斷運抵災區 學生陸續復貨 但由於部分校舍損毀嚴重 小孩都要搬到板房上堂 而郭千名天傳中學師生 更加被迫搬去成都復貨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 在金營報導 無法提供 到大部份上堂 在大部份上堂 無法提供